珠宝是身份、财富以及品味的象征 日前金服珠宝举行了盛大的30周年庆 现场有多重好礼和活动吸引了不少的民众 一起来看看活动当天的精彩画面 金服珠宝日前举行了盛大的30周年庆祝活动 不但请来了传统的武龙武师陶葛豪彩头 现场还举办了摸彩活动等 可说是热闹非凡 活动当天也举行了特卖会 所有金服珠宝的首饰都以批发价回馈给客户 在30周年纪念活动上当然要纪念创业这一路的闭路蓝旅 金服珠宝特别将30年来珍贵的照片人里展出 而在当天展示的首饰也都是由金服珠宝设计打造的 金服珠宝现在已经在洛杉矶地区有三家分店 为华人社群提供高贵实惠的金品珠宝 国际卫视记者唐李正 朱思勇 洛杉矶报道